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在这边为大家带来的是Qua新版本使用技巧总集的介绍 我们知道Qua其实每年都会进行改版 随着这些改版会有很多新功能被release出来 这些功能可能对我们平常设计的速度跟效率上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就把历代其实比较重要的这些功能让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我是PTC台湾区的技术经理卓一元 第一个为大家介绍的功能是SketchRegion的功能 大家可能不知道你在叫新版的Qua里面 其实你透过Shift-S的按钮 你就可以在Qua里面任意地启动所谓的SketchRegion的模式 那SketchRegion模式它顾名思义就是它可以让你直接透过框选的方式 快速的去选择现有草绘里面的封闭区域 然后把它拿来进行快速的建模或者是除料的这个动作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跟传统的这个草绘在做长出 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它建模的这个速度 那我们从例子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操作的方式 那从这个反例中你可以看到它非常多已经画好了这个草绘 那如果说我要利用这些草绘来进行建模 传统我必须要先按Etrue的指令 然后进入到草绘模式 然后使用这个Usage的方式把我需要的这个边角一个一个选起来 我才可以去进行我这个长出的这个动作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我按了Shift S之后 我就进入到SketchRegion模式 我就可以直接透过框选直接去选择特定的封闭区域 然后利用这个封闭区域来进行这个长料的这个动作 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比如说这三个部分是我要作为长料依据的这个草绘 我都把它框选起来 那但是这三个区域里面都有中间的孔洞 是我不需要的Ctrl把它点掉 然后我就按相对的长出指令 输入它的这个厚度 我就做出了这个长出的动作 那上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上面这个Sketch我把它框选起来之后 中间这个孔洞部分我把它点掉 那我就可以利用它往下涨 那接下来我要去做一个三个孔洞的这个贯穿孔 那我就直接的在Sketch region模式之下选择这三个封闭的孔 往下切掉 那接下来是中型的这个圆的这个造型 我要去做一个断差 我就选中间的这个区域往下快速去做一个裁切 那侧面的也是一样 比如说针对这边我要去做出一个这个旋转出一个我要的这个造型 那这个造型的这个概念设计我已经画好就是这个槽灰 圆形的部分可能是我的一个要放orin的地方 那前面方形的部分可能是我的一个断差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槽灰选择起来 然后去把我不需要的这个封闭区域把它点掉 那就利用目前大家看到这个造型去做这个建模这个动作 所以任意的这个草绘其实你都可以先把它绘制完成 然后利用SketchLation的模式快速的去选择它 然后来进行建模 取代这个传统的方式 必须透过Use Edge一个一个步骤去选择封闭的区域 那这样可以让我建模的速度提升很多 那像第二个例子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可能是从二地工程组Colby出来的两个草绘 那利用这两个草绘我就可以很快的一个测试图 一个上试图很快就可以把它建立出一个3D 那它3D上面它的一些修饰 我一样可以用现有的这个二地图快速选择去 然后去做一个采切的动作 那个功能是把模特征的这个改善 那我们以往在设计后期或者是在制造端 通常我们都会有这个修改靶模的这个需求 那因为是设计后期或者是前端已经设计完成了 通常我如果到后期要去修改靶模都是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它的模型通常已经把R角跟C角都已经完成了 那以往的话我可能必须把这些R角跟C角去处理掉 然后重新的去配置你的这个靶模斜度 然后再把这些R角跟C角把它补上去 那其实我们在新的版本里面呢 在模型里面即使你已经完成你的这个R角跟C角 事实上你也可以任意的去修改它的这个把模写度 那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这个圆柱 即使它的C角已经跟R角已经完成了 你还是可以任意的去做修改 那接下来我们去选一个侧边 这个侧边一样 我把这个侧边选择完成之后 我按Jeff的这个指令之后 我可以任意的去修改现有的这个把模写度 即使它的R角已经完成了 那你说这个把模写度完成之后 它的R角就变成有问题了 有些会外扩有些会内缩 那事实上在这个新的版本里面呢 其实我们有这个选项 可以让它去re-create它现有的这些R角 所以它原本的R角是多少的值 它就可以重新的建立 那当然你也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重建或者是不重建 比如前面这边你不想重建 你可以把它安排出 是重建中间这两个 那右边这个你就是随着它的这个R角值 而扩大这样子 那我们在进行Balmore的时候 就下个例子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利用到中心面 做两个不同的方向 不同角度的这个把模 那即使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复杂这个建模里面 它的R角其实都已经完成了 那透过re-create的功能 你可以把两边的这个把模都顺利的完成 那通常我们在做把模的时候 还有遇到问题就是说 你会选择你的这个把模的Hinge 那如果说你的把模的Hinge 刚好就是你已经把这个Hinge拿来 去做这个倒圆角或C角的这个动作 那通常一样你要先把它拿掉 那画面中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选择你把模面 然后选择已经现有的R角当作你的Hinge 你还是可以完成你把模的这个动作 那所以你看最后这个例子 它可能是一个画好的成品 它在它的底边跟这个Z轴的方向 都已经有很多R角都已经建立好了 那这个整个里面跟外面 我要去进行把模 那以前就很痛苦了 必须把这些R角都事先的处理掉 那现在就很简单 那你只要把橘色区域把它选择起来 那选择你的这个把模面 那重新的去建立你的这个把模斜度 那选择recreate 那这些现有的R角 其实都会被自动的重建 你也不需要额外的进行一个处理 所以你可以对你的产品 做快速的这个把模的动作 那把模的部分除了可以 这个所谓自动的处理R角跟C角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如果说你拿到的模型是已经拔模过 但是它的数值是错误的 那我通常可以去进行修改 那如果说你拿到的模型是queer的模型 你只要改参数就好 但是我们很多情况是 你可能拿到的模型是什么 iJS或者StepDA 那现在在新的版本里面 一样你只要在这个任意的几何里面 你选择拔模 即使它已经拔模过了 它会自动的先去判断它现有的拔模写度 然后把这个参数调出来 让你可以任意的去做修改 那这样就大大提升我在修改上的一个方便性 那从这边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侧边 选择拔模 它马上侧测出它现在这个iJS它现有的拔模是5度 那我要进行修改 我就直接去修改它的数值 那一样可以让我去修改它的这个拔模角度 即使它已经有5度的拔模 我不需要把它的拔模拿掉 可以直接在拔模上面进行拔模 那中间这个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圆柱 那它可能有3度的拔模 它已经拔模过了 那我自动辨识之后 然后进行修改 把它改了拔模的斜度 再更斜一点这样子 那它也支援多个这个面的这个复选 比如说一开始我要去 看侧边这个拔模的斜度 那所以我就对它 点选Draft的指令 它目前是10度 那如果说我要针对对面的面 也导出相同的这个拔模角度 我只需要控制复选 它一样可以让我去 把这两边的这个拔模斜度 统一 侧边这边我再加选 那你会看到这三个我选的面 它的拔模斜度 我就可以同时的对它进行控制 所以在拔模部分呢 新的版本里面 我们就是提供这两个新的功能 R角跟C角的处理跟已经拔模的面 我还可以继续拔模 让我在这个后期的设计上的修改 可以有很大速度上的一个提升 那下一个功能是这个Voletree的这个Search 其实我们在做汇图的时候 常常需要针对一个复杂的阻力里面去找 我所需要的这个零件 那通常我可以透过这个Voletree快速的去寻找 那它的寻找除了找它的名称之外 它其实也可以透过属性去进行快速的这个寻找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它的一些案例 那从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要透过我需要的这个属性去寻找 第一个我可以把我需要的属性 加到我的model tree里面去 比如说我要找的是这个材料跟designer 所以我可以透过Carden的设定 把material跟designer把它绣在我的model tree里面 然后在社区画面里面 我可以勾选说我要依照哪几个属性进行社区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 那我把material跟designer把它构选起来 那这样我就可以针对这个去做设计 比如说我要找这个所谓的钢材好了 它可能在material里面 它可能写的就是写steel 所以这边我搜寻了ste的时候 它直接就会在material这边去找到 相对应可能的这个零件 并且用颜色把它highlight起来 比如说我要找的是素材 输入不同的搜寻条件 比如说我要找的是旅财 输入AL material里面是AL开头的 它就会被我search出来 比如说我要找的是designer 比如说这个assemble里面 它designer是由Eton这个人去做设计的 比如说我要找Charlie所做的设计 找Peter所做的设计 我只要在这边快速的打入我的关键字 我就可以找到我需要这个零件 找到零件之后 我当然会它要去做一个所谓的点选 以前在quill里面 你要选择它的话 你基本上你只能把它做这个所谓的显示跟移触 那在后期的版本 其实你选择完之后 你还可以做isolate 就是说你选择的东西以外的把它隐藏 那这样可以让你做一个视角上快速的切换 所以Model 3的这个快速的使用 可以增加我在资料搜寻上的一个效率上的一个提升 那下一个也是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叫Performance Monitor 那它其实它可以让我利用两侧的方式去控制我在设计修改的时候 的一些关键的一些尺寸 通常在设计的时候 我可能一开始设计值 都要保持比如说某个Gap需要多少的距离以上 或者多少的范围以内 那随着我的设计修改 我可能这些重要的设计值不小心跑掉了 那人为的忽略掉 那这就造成你设计上的一些瑕疵 那我可以利用量测功能把这几个重要的尺寸 预先把它量测起来 并且跟它设定范围 然后把它设为监视目标 那如果在设计过程中 这些重要的参考数值有超过我的这个设计的条件 它就会用红色的方式警示我这样子 达到一个提醒的目的 那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有一个风扇 我要去替换它的这个外框 那目前这个风扇里面呢 它其实有三个重要的这个Gap 那我事件已经把它设定好了 那我把这个向能监视 这个功能把它打开 然后针对这个设计呢 我就去替换它的这个外框 所以你会看到我利用这个Replace的功能 把它这个外框从这个原本黑色的把它替换成这个黄色的这个外框 那把它替换过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马上就警示你了 为什么 因为它告诉你说 你刚刚监视的这三个参数里面有一些跑掉了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Performance Monitor把它叫出来 那看的是哪个参数跑掉了 原来是这个Gap跑掉了 那它警示你之后 你可以得到这个错误的这个地方 然后做立即的这个修正 那比如说这边很明显的就是这个直径的部分的参数跑掉了 那我把这个整个参数值进行修改之后 那它那个Gap值符合它的之前的 我只要update之后 它就从红灯再跳回绿灯 代表这个设计目前没有问题 所以透过Performance Monitor 可以让我的这个设计更不容易出错 这个对我们设计来讲也是很方便的一个工具 那下一个功能是这个DX 就是所谓的快照的功能 那快照功能它其实在后期的版本被release出来之后 有很多功能是很喜欢使用 因为它在做一些设计的尝试跟设计的修改的时候 可以把线燃状况立即的把它capture下来 那这个功能呢 其实延伸到各个模组现在都可以去做一个使用 那以这个cabling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做一个提案好了 这个是一个范例 我可以先开启一个快照的这个DX的功能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跟客户去讨论三个设计方案 比如说这个cable目前是从这个洞拉到这个洞 那目前我的这个状态我就把它储存下来 所以我建立一个pre-modified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我把这个我的这个绕线重拉 本来是直接拉过来的 我现在沿着屋顶 把它做一个新的这个配置 那配置好之后呢 我其实就可以利用这个快照的功能 把我现在重新修改的这个结果 立即的把它capture下来 变成一个记录点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在修改前跟修改后 做一个快速的这个切换 那比如说我还有第三个解决方案 我可能刚刚是从这个屋檐的上面去绕线 我现在是由这个屋檐的下面去绕线 这是我的第三个绕线的这个方案 完成之后我也可以把它capture下来 进行一个快照 那我在跟客户讨论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说 我在修改前是长这个样子 方案一方案二 修改前方案一方案二 那跟客户讨论完成之后 哪一个才是我的方案 比如说方案二才是我的方案 我就把它切换到这边 然后完成我的这个阻力 所以利用这功能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设计历程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把你各个可能的这个设计修改 把它储存起来 并且做快速的这个切换 这是我们设计探索 现在是一个设计上很好用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 那接下来是板金功能部分的enhancement 那在新的版本里面呢 其实我们在外部资料转成 shimato part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自动均匀肉厚的功能 它可以让你依照你第一个选取的面为基准 去自动的完成均匀肉厚 那让你从外部汇入资料 即使它不是均匀肉厚的状态 它也可以在汇入之后保持变成一个均匀肉厚的一个情况 那让你的板金后续的修改更方便更有弹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目前画面上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汇入的这个板金的几何 那我们把它convert to shimato 那一开始我会去选一个这个基准的面 那这个基准面一开始厚度是多少 那我选择它之后我后续加选的这个面 它就会自动的帮我去做这个所谓均匀肉厚的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明显 左侧这边比较厚 但是经过我这样子的一个点选之后 它就会自动把它这个比较厚的区域改成是 我一开始选了这个相同的这个均匀肉厚的这个厚度 那我继续往下选 可以得到一样这个结果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把它转成板金之后 它就是一个均匀肉厚的状态 所以比如说我要去做展品啊 或者去做折弯等等的后续的板金的指令 就变得比较没有问题 这个是我们在比较后期版本的一个改进 那当然板金其实在新版本最大的改进就在于说 它有支援这个所谓的弹性建模 那板金的弹性建模跟一般实体的弹性建模 当然不太一样 它有它自己特殊的一些需求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板金弹性建模 它的一些功能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一样一个贿赂特征 我要进行这个修改 我先把它convert to shumatal part 达到一个均匀肉厚的一个状态 那以前你其实就算你把它贿赂进来 还是均匀肉厚 其实你要去修改它的这些细节 一样不是很容易 但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有支援所谓的这个板金弹性建模 所以在板金这边 它一开始贿赂之后 它就可以去做一个自动这个辨识 它是这个折弯它是成型特征 都可以去做一个辨识 那辨识完之后我就可以任意去修改 比如说像它这个折弯的部分 我要去修改它的这个R角质 它的折弯的角度 都可以选择它这个几何 任意的去做修改 角度或者是说它的R角 那如果说我要去进行复制 我先把它转正框选 利用弹性建模 往右移 那这边的话一样 如果说我是要去做一个复制 我往右移之后保持原本的 它就达到一个复制的这个效果 所以板金你有弹性建模之后 你的修改就变得非常容易 那大家要注意目前 这个一开始会进来 它可能是一个IG的Step Down 它把它转进来之后 它就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个 任意的这个编辑 那像这边它汇入了这边 这个直列槽 可能它的Gap 它的形式都不是我想要的 那因为它是汇入特征 你以前要改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板金弹性建模之后 你可以去任意修改它的这个Gap大小 你要闭合你要左叠右叠左 或者是说你这个直列槽的这个形式 你要把它改成圆形把它改成方形 都可以很任意的进行修改 没有太大的这个限制 像这边的这个我要把它闭合 可以很快的完成我要这个任务 那像这个以前都是不是非常容易去进行修改的 那现在它都可以让你任意的去修改 而且有一个所谓的预览这个效果 那上次板金里面 我们常常也会有这个所谓大板面的这个跟动 它有这个所谓的破的指令 拉动这个板面 跟它上面相对应的这些墙 跟它临边 它都会自动的延伸 所以你在板金修改上面提供了很大的预度 那当然最后你还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展评 所以在新的版本里面 你的板金 均匀肉货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你的这个修改的问题 其实透过板金弹性节目 也可以得到很快的一个速度上的一个提升 那下一个我们来谈谈曲面的部分 那这个功能是这个所谓对称的这个曲面的这个enhancement 那以前我们在进行这个高阶曲面的这个建模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用这个所谓的mirror的指令 先画一半 然后再把它mirror过去 那现在你可以有新的选择 可以使用这个所谓的对称的这个指令 因为它其实有提供更高的这个弹性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 你可以看到画面上 它其实有三条线 那以我们利用这三条线来进行这个建模 先铺出一个面 那这个面呢 我不要选择用mirror的方式 我把它选择用对称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三个线段 就可以依照我的这个mirror面 去呈现一个对称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的效果其实跟mirror一样 我可以利用这三条线去铺出一个我需要的面 那对象对称的部分 它也会呈现相同的这个效果 那为什么它比mirror其实更好用呢 因为你可以发现 我把它对称完成之后 我的对这个线段任意的修改 它影响到 当然就是我的这个右侧的这个造型 那右侧跟左侧现在是对称的情况 所以它怎么改 左侧怎么改 右侧怎么改 左侧就会怎么样去做一个移动 那对称的好处就是说 比如说这三条线你也可以任意去跟它指定说 我不要对称 或者说不要对称之外 我要不要显示出来 比如说中间这一条线 我让它不对称也不显示 那旁边两条线 前后那两条线 我让它是有对称 而且是显示的 那你就可以去做比较多这个你在建模上灵活的一些运用 那我甚至也可以让它说 我对称保持显示 但是我的对称效果把它停止 那这样我就可以做出这种所谓的非对称的一个造型 前后两个线是对称的 但是中间这一条 左边有造型 右边有造型 但是它可以达到一个不对称 非Mirror的一个造型的一个配置 所以你可以善用这个对称的效果 来取代你这个Mirror的这个功能 那下一个是这个所谓Render的部分 Render在后期的版本是跟T-Shark去做一个整合 那它除了这个静态的可以去做这个高品质的Render之外 其实我们常常在Quill里面去做一些展示动画 或结构的一些运作 我们现在也可以把这个Render的这个效果它一起带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上 这个是我们在Quill里面做Animation它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在把它汇出影片的这个过程中 它多了一个选项 它可以把Render的这个方式把它架进去你的这个动画 所以它会在每一个Frame里面都去帮你去做Render的一个动作 那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画面上所看到的 你可以得到一个原本就有了这个动画效果 但是它却是以Render完成的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动画的方式 去进行一个呈现 那在Render的部分呢到后期它也有出现很多Enhance 包含这个蛮常用就是这个所谓字体发光的这个 的这个Material这个部分 那画面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个手电筒 那我们在Render里面我本来就可以去指定它的这个Material跟颜色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指定它是一个会发光的一个颜色 那我把环境的控制把它调整好 成烧暗的这个情况之后我跟它说我要去做一个Render 那Render出来的结果它就会依照我们刚刚所选的这个材料 它会有这个光照耀的一个这个效果 那它的这个强度或者是它这个光的颜色 其实都是可以在这个Render的过程中去做调整的 那画面中你也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现在跟QtR整合 所以我们的Render基本上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呈现 即使是这个在动态的去移动你的模型之下 它也可以去做一个动态的Render 那字体发光的这个这个外观呢 其实它也可以用在这个所谓的透明的这个的这个材质上面 比如说像它现在是一个灯饰的一个产品 那它就可以在里面把它的这个灯泡的部分 设成是一个可以自体发光的一个黄色或是白色 那你在Render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从自体发光的颜色透过玻璃照射到地面 它不管是在反射的部分 或者说它的这个颜色光亮的这个渐层上面 它都可以很忠实的去把它Render表示出来 所以这个是在Render的部分 我们不仅可以带到动画 而且可以有这个所谓的自体发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OK 那在Quil里面我们也常常会去做到所谓一些资料的交换 那我们知道Quil 3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去开启一些主流的3-party的这个版格式 比如说UG,沙迪沃斯或者是Katia 我们可以直接用Unite的技术直接开启它的这个原始档案 但是现在在一些美工或者是一些这个3D列印里面 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所谓的这种三角网格的这种格式 那三角网格是以往你要丢到Quil里面 让它可以去编辑 那你就必须要把它这个三角网格变成所谓的这个曲面 那以前我们会需要用这个所谓的Restyl的这个模组 来把你的三角网格重新建立成是这个曲面的形式 以利于后续的这个修改 那在后期的版本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所谓的Reconstruct的工作 就是说如果你是三角网格 你进来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它自动的转成是这个什么曲面 让它可以做后续的这个编辑 你只要选择接触 那它就有一个机会让你可以自动的把它转成是可以编辑的这个曲面 所以这个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我再也不需要透过这个Restyl反复的这种逆向工程的 的这个方法 我直接把这个三角网格进入到我Freestyle的模式里面 跟它说我要去做Construct的动作 那它就会把三角网格自动的转成是这个可以编辑的这个曲面的部分 目前看到的它就是依照你的这个需求快速的去进行一个转换 不再需要去做很多反复的程序 但它可以加快你在处理这种外部资料的时候 然后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个逆向工程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那接下来是这个 Live Simulation 的这个部分 通常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 常常会到后期才去验证说你的结构设计是不是正常 是不是有一些设计上的问题 那现在 在Quell 里面它跟NC去做一个整合 工程师在前期设计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Live Simulation 这个功能把它打开 然后快速的检视一下你的设计 在设计上 有没有这个结构上会发生问题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边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在Quell 里面我开启一个主力 今天比如说我有一个设计 我设计完成之后 我还没有到后站工程人员 我就想要验证一下它未来运作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是不是有我前端的设计 哪里会硬力集中需要改善的部分 那我可以很快的切换到这个Live Simulation 的部分 然后把它未来在运作时候的固定点 跟它的这个施力点 这个边界条件快速的去把它进行设定 包含它的值跟它的这个单位 那设定好之后呢 我只要按上面Live Simulation 里面的这个Play 我就可以马上的得到说我这个设计的时候 在这个边界条件运作情况之下 我可能它的变形会是在哪边 然后它硬力集中可能会是在哪边 它比较弱的部分需要补强的部分是在哪边 就可以立即的就知道 那这边你可以发现 我在我的设计环境里面就可以快速的设定边界条件 然后去得到我要这个结果 我不需要有很高的这种分析模拟的这个能力 处理网格的能力 我就可以直接很快发现我的设计的问题 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指出说这边会有应力集中的现象 应力最高点在这边 它帮你highlight出来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快速的去打一个 量测出现在的这个应力值是多少 并且快速的切换到弹性建模进行修改 那修改完之后 这个结果它也会立即的显现 比如说从55MPA降到52 把它的这个RIP的厚度加厚了 那可能还不够 我可能去修改它的这个R角 马上到live simulation再去看 这边因为修改R角 它的应力集中又降低了 降成49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工程师就可以直接的在它的设计当下 就把现有的问题解决掉 不用等到后期才跟这个 才去做simulation 然后才解决你现在在设计过程中 可以完成的这个找到问题这样的一个目的 这样子 所以现在在QUIL里面 在工程师的设计环境里面 我们就提供这个live simulation的这功能 让你去早期的去验证出你设计上的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ulti body design的部分 multi body design是QUIL蛮重大的一个架构上的修改 那透过这个架构上的修改 它把以往在Dump part里面只能有一个body 这样子一个限制把它解除了 所以它现在提供了很多 布林运算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快速 而且有弹性 那这些功能很重要的包含 比如说它的这个分割跟合并 任何的一个实体你可以去把它进行分割 然后去做局部的修改 然后把改完的东西再任意的去进行一个合并 然后呢你也可以选择多个body 互相透过布林运算的相减 或者说透过这个两个不同的body 它交叠的这个部分 取你需要的这个集合的部分 去做任意的这个使用 那下面这几个案例 我们就来看一下 Motibody在实际上建模方面 对我们提供的一些便利性 那首先比如说像这个Dump part里面呢 我们如果说要去做局部的修改 那以前可能不是这么容易 那现在我们可以选择copy它的这个面 然后利用这个面呢 把目前这个Dump part的切成两个不同的body 那我针对这两个不同的body呢 我可以给它不同的这个颜色 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属性 那比如说在这边我给它 assign不同的颜色 那中间这个透明的body呢 我就可以针对这个body去做这个所谓局部的修改 比如说这边我去把它放入一个这个金格的这个掌握 单一的金格sample 然后让它去再针对这个透明的这个body里面 去做一个正列的这个复制 那它就是达到一个局部修改的一个目的 那局部修改完成之后呢 我再把它利用merge的方式 把两个body把它合在一起 它又合为一 所以在Motibody里面的这个分割跟合并 可以让我的修改上面变得非常的弹性 那下面这个例子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要去针对这个part去做局部的修改 那我可以很快速的去画出一个我需要的这个参考的quilt 然后利用这个quilt就可以把我的这个part 比如说切成两个不同这个body 那切成两个不同body之后 它就可以让我的修改更加的便利 比如说我把外面这个body去进行这个修改 把它的墙利用弹性建模 只要选择它的这个体格 一边长高一边把它做一个切掉 然后对侧边的部分 它有一个特定角度的这个拔模斜度 我就针对外部这个body去进行修改就好了 那我改好之后呢 我再利用这个Motibody的方式把它merge在一起 那它又合而为一了 那接下来我要修改的部分可能是下面的部分 我要去做这个局部的这个这个波壳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呢 我可以在下面的造型建好之后呢 一样利用Motibody的方式把它这个模型 透过这个平面一切为二 那变成上下两块 那针对下面这个body呢 我再去做这个波壳的这个配置 那它这个波壳的效果就不会延伸到上面的这个部分 那很快的完成了这个下面的波壳之后 我再把它再次的合并 打到一个局部架工这样子一个目的 所以透过Motibody可以让我们的设计上 提供很大的一个弹性跟便利性 所以这个是分割跟merge的这个部分 那再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要去做 绘制出中间这一个蓝色的管路 那我需要这个管路 我就是需要有这个管路的这个路口线 那这轮廓线的长程可能有它的这个条件 比如说从测试图来看 它是一个梯形阶梯的一个形状 那从上试图来看 它是一个整列排列的一个形状 所以针对这一个曲线 如果我要去建立它 我用Motibody来做就非常的容易 因为我可以去把灰色这边这个阶梯形把它完成之后 那再把中间这个浅蓝色的这个上试图的这个 对称的形状把它造型把它完成 然后这是分别是两个不同的body 那我需要的部分就是取这两个body交集的部分 所以我选择intersect的指令 把这两个body 重复的区域把它保留 那保留的区域旁边的这个线段 可能就是我所需要的 所以这个线段从上试图来看 它是均匀的距离 那从测试图来看 它就是一个阶梯的一个形状 那如果没有Motibody你可以做 但是它在制作这样子的一个建模方面 其实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的 但是透过Motibody就很容易可以完成 那下一个例子呢 我们则是要去建立一个这个美工的这个造型 那在这一个单part的里面呢 我可以去绘制一个new的这个不同的这个body 那这个body呢 它有它的一个基本造型 那等一下我们会透过这个subtrait 就是相切的部分 把这个造型把它挖出来 那首先我这个新建的这个几何呢 我把它定义成是一个新的body 那所以它有一个新的颜色 在单part的模式里面 目前有两个不同的这个body 那把这个body的这个造型完成之后呢 我对这个body去进行一个正列的一个动作 把这一个灰色的往左侧去进行正列 那正列完成之后呢 我再以黄色的body上面的这个面为边界 去切割灰色这个body的这个轮廓 那切割出来 那切割出来给它一个offset的值 所以你原本灰色这个body 它就会被上面这个造型加offset的去做一个裁切的动作 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然后我再以这个灰色的body 为我的这个参照去切割黄色这个body 那快速完成我要的这个美工的这个造型 那这个造型你以前用以往的方式去做 但也是可以做出来 但是它可能就牵扯到比较复杂的这个曲面 或者是说你要用相同的方式做 你可能要在assume里面去做 但是现在有mati-body之后 你要建置这个 就在dumpad里面很快速的可以去完成 那下个例子呢 则是这个所谓的曲面的snapshot的功能 在这功能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已经建好的这个模型 去一个一个检视它最原始 它的这个参照的曲面的这个样式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假设说你拿到一个复杂的这个造型 那你想知道这个造型是有什么样去完成的 事实上你可以去选择它的这个design item 然后透过这个功能去看到它原始 它的这个曲面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所以你看到红色这个就是你长出这个造型 它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曲面 那它这个原始曲面呢 其实我们不是也不是说只能看而已 其实我可以去更加的利用它 比如说这边我要去画出一个裁切的一个 按钮的一个一个孔 那在这个孔里面呢 我可能会需要由上面这两个面去做裁切 那我不用像以前的方式去把它做copy 我只要去秀出它原始的这个曲面 然后把它copy起来 变成一个new copy 然后把它去做一个对称 那我就可以直接去reuse 长成这个造型 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曲面 然后利用它来去做后续的这个加工 那加快你这个在曲面上设计上的一个效率以及速度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也是一个曲面的 我们既然可以去看到它的这个原始这个曲面 我也可以利用它这个原始曲面去做一个取代的一个动作 那取代的动作完成之后它后续延伸出来的造型也会自动的进行一个更新 比如说这个造型已经完成了 那它侧面其实是经过很多merge的指定所完成的 那如果说我要把这个造型去做一个修改 其实修改上是比较困难的 那如果说我找到这个侧边这个面它的原始面去把它去做一个取代 那它的这个修改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先去找到这个面它的一个原始 它的这个建模面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有个新的面是比较直的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两个面的取代的方式来更改我整个 这个quilt它的一个造型 那右边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取代参照的这个指令跟它的这个UI 在这个UI里面我只要很容易的去选择它的原始 跟它要替换的这个目标 那它这边它其实会告诉你 它所highlight的部分需要去被取代是在哪里 那你只要依照它的指示一个一个的去把它点选进来 你就可以把这个面完整的把它取代掉 那取代掉之后你就会发现由这个面所长出来的这个侧边 它原本斜度是比较斜的 那透过这个曲面的取代之后 它就变成是比较垂直的一个面 那透过这样的话可以让我的修改更有弹性 那以上的就是今天我所为大家带来的一些历代版本里面 对芥末效率有很大提升的一些重要的功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